你要來看到的是在台股的一個部分 如果再往上是不是也開始會有賣壓 台股在今天尾名是續創一年多的新高 盤中最高16999 就差一點就可以上到17000點了 那麼現在市場是不是在等 15號最新的利率決策會以這個結果出來 所以目前都會呈現一個高檔震盪嗎 我覺得這一波台股行情 其實大家在操作起來的感受度 是比較矛盾一點的 因為是因為大家都知道 經濟狀況沒有這麼的好 然後你說什麼也都是藍燈 出口數據也不好 可是股市就是偏偏一直漲一直漲一直漲 所以我們說這一波的行情 是跟基本面脫鉤的吹牛行情 既然跟基本面脫鉤 我們要怎麼觀察 當然就是要更依賴籌碼面 還要更依賴我們所謂的資金動能面 所以台股在今天雖然距離萬七 應該說是已經算是一步之遙了 你到16999跟萬七 基本上是一模一樣了 所以我們說指數已經來到了萬七 這個位置應該就是相對的高檔 沒有任何的問題 而我們又觀察到了 今天盤面上面的主將是誰 台積電 當我們最近看到台積電在漲的時候 投資朋友不要覺得太開心 因為資金會有排擠效應 所以當台積電在漲的時候 資金全部都被台積電吃走 其他的中小型股 反而漲幅沒有這麼的漂亮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 從騰落指標來去做觀察 今天其實從上市這樣子 漲幅接近快要白點的狀況 我們看到下跌的加速竟然將近七成 所以代表投資朋友的體感溫度 其實是相對的比較冷一點 那麼上跪也有一樣的狀況 都是下跌加速比上漲加速還要來的更多 所以為什麼大家看到指數一直漲一直漲 可是我的股票沒有漲 原因就出在結構 而這樣子的結構出了問題的話 就很容易導致指數在這個位置上面震盪 原因就是因為你不是所有的股票都在上漲 所以代表資金要輪動 輪動的過程他就必須要休息跟換手 但是另一方面投資朋友也不用那麼悲觀 為什麼呢 因為外資的台子期位平常量 雖然從原本最高到3萬多口 到現在只剩2萬多口 可是2萬多口這個水位 跟過去幾年比起來仍然是相對高的 所以我們可以觀察到 外資在這個位置上面 他並沒有出現一個比較偏空的心態 所以指數在這個位置上面 當然也不會出現急轉直下的下跌 因此我們認為投資朋友 在現階段的操作上面 心態應該是謹慎但是不悲觀 這個時候我們反而 應該要往個股的方面去看 我們可以看到在上個禮拜的時候 就傳出了最近很夯的 就是充電中的題材 所以大家看到了說 通用汽車GF宣布說 下一代的電動車 要跟Tesla去做合作 要採用它的充電標準 除了GMI外 其實Ford在更早之前 就已經搭上了Tesla的標準 所以光是特斯拉 還有我們看到的福特還有通用 就已經占了七成的電動車 所以以後特斯拉的充電規格 它會一統將刪的感覺 幾乎就是在美國 會變成一個硬體的標準 那麼數據在這邊 我們也是提供給投資朋友參考 可是我們要跟大家講 為什麼這一個消息 對於股價 我們要怎麼去做觀察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看到 全球的充電站的主流規格 其實北美跟歐洲 都是採用所謂的CCS 那這個是一個標準 那除此之外 我們可以看到日本這個叫做 Chartemo 那Chartemo的話是日本的標準 而中國有一個GPT的標準 那台灣就是什麼都有 可是特斯拉這麼特立圖形 它走了一個叫做TPC的標準 現在改名叫做NASC 那無論如何 我們可以觀察到的是每一家的車廠 當然都想要壟斷 所謂的充電裝的規格標準 因為它自己有所謂的主導權跟話語權 可是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看到說 基本上美國就是因為特斯拉 它發展的比較早 所以它的充電裝數量當然比較多 這個時候你在美國的這些電動車廠 他們如果要自己去建立一套新的系統的話 那個花費的成本實在太高 我打不贏我就加入 所以今天GM跟Ford會選擇 採用特斯拉的標準 為什麼 因為它的車子一出來 它的插頭直接用特斯拉的充電 它就可以馬上用 它不需要自己再去蓋新的充電站 那麼我們可以觀察到的是 其實這樣子的充電裝的產業鏈 最上有的是車廠 所以我們看到的這個部分是車廠的部分 第二層叫做營運商 就是負責幫你蓋充電鑽的 這一些營運商 其中一個就是EVGO EVGO原本跟GM非常的麻吉 非常的要好 結果在這個消息一出來以後 股價當天直接暴跌 超過11個百分點 可是對於台灣的供應鏈來講 其實影響並不大 因為第一層是車廠 第二層是營運商 第三層是什麼 就是設備商 像是我們看到什麼2457的飛鴻 其實在今天股價雖然出現小拉回 可是對於整個股價的走勢 並沒有出現任何的改變 反而是有一些充電裝的個股 開始冒出頭來了 資金的輪動 像是2301的光寶科 這個是天字第一號 你看到01就是天字第一號 老牌的公司 原本股性非常的牛皮 在5月的時候 股價還在76塊錢 然後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怎麼在今天忽然就攻上漲停板了 原因就是因為題材來幫他做助攻 其實我們可以知道光寶科他做了這樣子 充電裝以外 他還有AI伺服器的題材 我們可以觀察到 他現階段的業務 都是偏向毛利率比較高的 所以我們目前漲上去 不是因為他的獲利數字真的有多好 而是市場對於他的評價正在拉高 所以就導致了他的股價 可以出現一波非常驚人的漲幅 超過30% 另外的話 投資朋友會想說 我們現在很多的股票都好貴 估值都好高 有沒有什麼樣的題材 是我們可以留意的 我們這邊分享2355的進棚 為什麼 因為我們看到了今天有新聞出來了 車用的PCB版 似乎開始會漸入佳境 那講到車用PCB版 大家第一個一定要想到的 就是2355的進棚 因為他是全球車用PCB版的龍頭 前40大的車廠都是 有一半都是他的客戶 而且大家要注意到 他每股進值高達40.07 可是他股價現在才多少 31.8 所以他的股價進值比不到一倍 而我們可以觀察到 他最近公布的營收數字 其實是有開始慢慢回溫的 特別是我們講的 既然是吹牛行情 我們看基本面 很容易脫高 我們就從技術面來去做觀察 這邊的均線 基本上大家可以看到 已經開始出現多頭排列了 股價在這邊出現拉回完以後 有沒有可能跟光寶科一樣 走出一波新的多頭結構 我們認為是相對的比較有機會 而且大家要現階段操作股票 不想要去追高的話 我們認為這種有價值保護的個股 是一個進可攻退可守的一個選股方向 給投資朋友做一個參考 我們來看到彭博報導 美國五月採購台灣半導體 是年增9% 不過中國大陸現在還是 台灣晶片最大的買家 要請教韋明 現在美國中國大陸都在搶台灣的半導體 那麼相關的設備概念 我們要怎麼觀察 我們看到從經濟數據上面 來做觀察的話 其實美國在目前對於 進口台灣半導體 不論是在設備還是晶片 都是維持穩定的成長 所以我們看到年增9%以後 它其實是連續第26個月成長 可是對於像是香港跟大陸 那他們的出貨 包含像在晶片 一定是出現銳減 因為從去年10月 你新的晶片反案出來以後 很多的出口都被限制住了 可是大家都知道 其實中國仍然是台灣晶片 最大的買家 原因是因為你出口到美國 很大一部分是先進製程的晶片 可是對於中國 你有很多的民用的消費品 車用的電子晶片 他們的成熟相對 他們的製程相對是 比較像是成熟製程 所以在這個部分的出貨量 仍然是相當的比較高一點 可是在我們觀察經濟數據的 這個項目裡面 我們觀察到了說 在設備製造 製造設備的這個部分 是大家滿需要去做留意的一個部分 原因是因為 大家看到美國對中國進行制裁以後 最重的就是去捶它的製造設備 你先進製程的設備都不能過去 可是相對於之下 對於美國的晶片設備出口 竟然激增了超 將近六成 為什麼呢 其實我們就要看到說 我們以在最近各股表現 特別強的股票 我們就可以虧見端倪 其中一個6196的帆軒 在今天直接亮燈 攻上漲停 原因是因為有很大量的台積電 像是在亞利桑那州的 這一些新廠 他們不斷的在做所謂的建設 在今年的話 會有非常大量的工程的 這些營收密集的韌列 所以你看到了台積電 已經漲上去了 這些設備在 我們看到了經濟數據以後 這個股價就馬上出現表態 像是3680的加燈 也是一樣維持一個多頭格局 緩步墊高上去 所以我們認為台積電